接著來看地方的建設 原山鄉的望龍嶼風景區 因為時常吸引了很多線內外的遊客前來觀光旅遊 往來的車輛是大大增加 也造成了交通阻塞 所以縣政府公所積極要來拓寬連外的移石山線 而目前急迫的問題就是必須要溝通協調 目的的遷移 好讓工程能夠順利進行 因為望龍嶼是原山的重要觀光景點 遊覽車時常出入 帶來大量遊客 相對路寬不到8米的移石山線 根本無法附和大車的通行 尤其會車容易造成危險 為了地方交通方便 同時因應觀光車流 目前縣府公所開始進行拓寬工程 不過卻面臨徵收目的的問題 因此呼籲家屬主動跟公所來聯繫 以利遷移作業 讓道路順利拓寬 好不同意 鄉長有 先打招去管政府 證書到這個拓寬的路線 那麼現有還有18枚 裡面已經改過8枚 還有10枚 我們這裡希望 活躍希望 知道的人 可以利用清明的時間 來跟公所 跟公所 反應一下 公所 要想辦法 要請他這個門 快來跟23山 全開來完成 因為我們已經背駐 背駐已經都來領保障 他領好了 這10枚裡面機動可能有空門 如果空門的時候 我們這幾天都有派人在現場 看他來帶 有來曝蓬 或是來帶駐 我們就要用主動跟他聯繫 如果 我們的市有的設計 請問一下 過後 這10枚 照相不夠 剛才帶門 做好 這就表示 是空門 要是說他跌了 他不敢 我們也想辦法 來跟這門主人錄到 剛才之後 接對我們這個 望龍比這山 這個館公的路山 遊覽車要進去也很方便 我們這個 住在那裡的鄉親 要回家 要出家 車能在開也比較安全 公所表示 如果清明節過後 墓地的管理人 還沒有出面協商 到時候可能會強制遷移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 採訪報導 請問一下